大家好 第七條片 江江雨雀江江 昨天凌晨就出了街 天光就收到 朋友的回覆 他都有一些江江雨雀江江的事情 跟我分享一下 他就同意放在我的YouTube 分享給大家聽 以下的內容 全部是真的 真人真事 其實這些例子 是有很多很多的 有人是有接觸過 也有人是沒有接觸過 我都沒有接觸過 好了 閒話小說 去片 有一間 就是很小 我住在波羅斜 就要過對面馬路 我不知道只有兩三歲 媽媽沒有空拖我 我媽自己過對面馬路 我甘脫了 然後自己突然衝出馬路 是真的被車撞到的 但是車真的碰不到我的腳 我的腳是有點痛 然後鞋都飛走了 但是我竟然是完全沒有事 總之是連肌機 馬上衝下來 我媽又哭了 總之我沒事 對 很神奇那件事 但我仍然有印象 接著說回一些 比較近一點的 大概去年發生 就是我在收工 穿過天水圍公園回家 突然間很大風 吹到樹不斷發來發去 樹葉不斷飛沙下來 然後突然間離遠見到有下雨 那些雨是在前面飛過來 好像一道窗簾 那樣向我的方向湧過來 我見到這麼大風大雨 雞流一下聲 找個地方 那我就立刻沒有繼續向前走 我就立刻找個有遮陰的地方 停下來 就在書包仔裏找一把傘出來 那我拖完一把傘 那應該那些雨都到我那裏 但是沒有 那些雨距離我大概20步 好像一個屏障那樣 就停在那裏 不停下落得很厲害 總之天就分開 一邊 鼻子一邊濕 一邊 我那邊是乾的 那有雨那邊當然濕得很厲害 那很奇怪 但是我都要向那個方向走回家 那我打開傘 那就繼續走 突然間有個女人 很急很急地在我身邊走 扔開了我 那 突然間 走到下雨的位置的時候 突然間 有些樹枝 掉下來的聲音 突然間我撞開我的女人 哎呀 一聲 然後我就看到她 頭破血流 被一顆很粗很長的樹枝 打中了頭 而那個女人只是和我擦身而過 她不扔開我 就是 應該是我中的了 應該那個樹枝 那我覺得有幾個現象很奇怪 就是突然間很大風很大雨 那樣 那我停下了去開傘拿傘 那已經我停下了 左營了一陣子時間 還有那些魚呢 它是一個屏障那樣 在我20步距離就停了 就沒有去到我 完全沒有弄濕我的 接著最恐怖的地方是 那我立刻扶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立刻在原地坐下 我就說你不要那裡坐下 那我找一把傘遮住她 她是沒有傘的 那我問那裡 不知道會不會再摔些樹枝下來 我就扶她走前幾十步 這樣離開了那個範圍 那我就立刻幫她拖了舊舊舊 接著我一拿電話出來 突然間停了所有陽光普照 我那把車更濕 但是我用來擋太陽 我不懂得說 其實我妹妹就知道 她說我的命是很負軟的 經常有些東西 是負負軟軟的 又被我過了 明明不行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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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TV 我孟在這裡 我們想要 ru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